这是海棠花吧 是邓阿姨寄给您的 来日内瓦那么久了 一直忙 也没顾得上给她写封信 两情若是久长时 又起在朝朝暮暮 在无数个巨少离多的日子里 周总理和邓大姐 就是凭着一封封红艳飞书 得以排解彼此的相思之苦 比如1954年 周总理到日内瓦开会 由于时间比较长 西花厅的海棠花都开了 他还没回来 邓大姐太过思念总理 就把院子里的花做成书签 随信寄给了他 满满的爱意渗透纸被 深入到周总理的心里 看着这封深情款款的信 总理心里瞬间乐开了花 这时一位名为燕子的工作人员 从蒙外进来 他无意中撇见了桌上的花 觉得十分好看 于是询问总理是什么花 周总理告诉他 这是海棠花 燕子立刻明白 肯定是邓大姐寄来的 因为熟悉他们的人都知道 每到海棠花盛开的季节 邓大姐就会和总理一起 在树下驻足欣赏花开花落 周总理自知 这次出访太过忙碌 从而忽略了妻子 于是想让燕子帮忙寄封回信给邓大姐 我想给你邓阿姨写封信 你帮我采集朵日内瓦的花 我想随心寄回去 燕子说干就干 很快就找到一束瑞士的国花雪融花 可惜当他兴冲冲的跑来送时 却得知周总理正在开会 他只好回到办公室等候 不曾想 总理他们一直开会到凌晨 燕子也不小心趴在书桌上睡着了 周总理回到房间后 看到这一幕很是心疼 周总理忙的晕头转向 都没注意到已经这么晚了 于是嘱咐燕子赶快回去休息 自己次坐下来 连夜为邓大姐写信 向他倾诉心中的思念 后来周总理成功的在日内瓦会议上 文战十六国代表霸气应对他国的刁难 并提出了解决印度支那问题的建议 最终受到了各国的普遍支持 印度支那的战火也因此熄灭了 经过不尽的努力 我们再一次打乱了 美国企图从印度等战线 威胁新中国的战略部署 回国后 周总理先是向毛主席汇报了 此次日内瓦会议的经历和收获 主席听后十分高兴 他知道 总理肯定还没来得及回西花厅 于是让他赶快回家 看望邓大姐和等待都市的海棠花 随后周总理便怀着激动的心情回了家 没想到邓大姐已经在院子里翘首以盼 看到总理久违的身影 他心里很是开心 快好好欣赏一下他们吧 等了你这么久 两人一起观看庭院里盛开的海棠花 粉红的花朵就像飘渺的梦一样 他们就这样相互搀扶着 相濡以沫地走过了五十载的风风雨雨 一起高谈轮廓甜蜜如初 这就是周总理和邓大姐的爱情故事 那么的温暖浪漫又如焦似漆 让我们一起向他们致敬 故事还没结束 请不要走开 下段更精彩 爸爸 您知道今天是什么日子吗 您可千万别说您不知道啊 我当然知道了 有一个日子周总理再忙都不会忘记 你知道是什么吗 这天周总理的干女儿孙维侍 好不容易找了个理由 让邓大姐穿上了当年结婚时穿过的旗袍 结果却被邓大姐嫌弃太过张扬 浑身上下都觉得别扭 女儿只好声拉硬拽 将她拖到庭院里 她夸邓大姐这身打扮十分的好看 说总理见的也一定喜欢 谁知邓大姐却回复道 她说好看我就要穿啊 这让你爸爸看见了 一定以为我抽风了 女儿看到邓大姐的反应 以为她忘记了今天是什么日子 没想到邓大姐只是觉得 没有必要这么大张旗鼓的庆祝 不过女儿并不这样想 她觉得周总理和邓大姐风雨相伴25年 平时走势巨少离多 即便是同在一个屋檐下 也时常只能打电话问候彼此 今天难得赶上总理在家 两人在迎婚纪念日拍张照片留念 一点也不过分 女儿告诉邓大姐 自己还悄悄地准备了两朵大红花 你看 摄影师 我都给你请来了 邓大姐不愿拒绝女儿的好意 于是主动提议回屋 将周总理从法国为她买回来的 凶针带上 谁知正当他们转身折返的时候 妹妹突然兴冲冲地从门外赶来 嘴里还大喊着 周总理回来了 为事担心来不及 也顾不上拿凶针 而是一把把邓大姐拉到庭院中间 周总理看到这一幕有些好奇 于是询问姐妹俩在搞什么鬼 周总理微微一笑没有回答 反而转头瞄了一眼邓大姐 说完姐妹俩便立马拿出来的红花 分别挂在了总理和邓大姐的胸前 一时间院子里充满了欢声笑语 不过很多人不知道的是 当年他们结婚的时候 都没有机会带这样的大红花 在姐妹俩的张罗下 周总理和邓大姐站在海棠树下 拍了一张幸福的纪念照 无论岁月如何流失 他们的身边始终都是彼此 他们的爱情是深长永恒的 纵使历经苦难 也没有丝毫后悔 让我们一起向敬爱的周总理和邓大姐致敬 向忠贞不渝的爱情致敬 故事还没结束 请不要走开 下段更精彩 这是我对哥哥最失望 他为什么要这样对待父亲 父亲对他最好了 因为邓大姐的一个举动 周总理留下了终身遗憾 也让周同宇产生了心结 这是怎么一回事 这天周总理的弟弟周同宇得知 克什米尔公主号失事后 以为哥哥在飞机上遇难 直接被下了当场住进了医院 邓大姐闻询后赶紧前去探望 并告知总理平安无始的消息 周同宇这才松了一口气 原来弟弟一直有个心结解不开 当年父亲周绍刚因病去世 周总理不仅没在身边照顾 时隔一年才将消息告诉他 这么多年 每当想起这件事 他心里都会忍不住 埋怨哥哥 得知周总理的飞机出事后 他再次想起了这件事 我真怕万一他出现什么意外 那我只能带着遗憾 去怀念他 那你为什么不问问你哥哥呢 在周同宇看来 父亲向来最喜欢哥哥 为了支持周总理的革命事业 不顾生命危险 四处跟着总理跑 宁愿蹲在战壕里 也不愿跟他待在家 而且那么多年 一直都是由周总理和邓大姐 照顾父亲 弟弟自然也不好意思开口询问 为了维护兄弟俩的感情 邓大姐最终说出了真相 他告诉周同宇 这件事不怪周总理 因为父亲去世那天 周总理也身患重病 正在医院做手术 手术结束后 邓大姐就得知了这个噩耗 他以最快的速度赶到 父亲身边陪护 当时两个人 都不知道对方的情况 是我没说 结果没想到 本来还没出院 父亲就突然走了 邓大姐告诉周同宇 当时董碧武 前之光同志都在场 大家都担心 总理承受不住打击 病情恶化 因此一致决定将此事保密 等他身体恢复了再说 不过老爷子一直呼喊 儿子的名字 还不停地问邓大姐 周总理为什么不来看他 邓大姐听后心如刀绞 可他也左右为难 只能编出些善意的谎言 两头欺骗 然而没想到的是 天生敏锐的周总理 很快就觉察到了异常 当他得知 红颜村有位老人去世后 立刻推测出 家中可能出了事情 就在邓大姐 他们为老爷子准备后事时 总理突然拖着病底 从医院跑了过来 当大姐认为这件事情怪他 于是向弟弟表达了歉意 不过周同宇却表示 是周总理当年的来信过于简短 让他对哥哥有些失望 但实际上这也是另有隐情 原来当年周同宇患有胃病 病情十分严重 总理再三斟酌后 只写了十几个字传达噩耗 他知道弟弟心事重 自己又相隔甚远 因此故意写得不那么悲伤 周同宇得知事情的来龙去脉后 终于明白是自己错怪了哥哥 建国后 周总理很少在别人面前提起父亲 但他随身都会戴着一个皮夹子 里面贴着一张父亲的遗像 尽管照片已经泛黄 但也足见总理对父亲 深切了思念之情 让我们一起向敬爱的周总理致敬 向总理这位平凡而伟大的父亲致敬 本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 喜欢的朋友点赞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